HELLO 大家假日早安 現在才十點 因為我們今天的第二部車是CIVIC 9代 然後今天要安裝的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這台是1.8 這是前面的引擎室裡面的上座部分 這前面的腳管 9代 這台是CIVIC 9代 現在師傅在做的是把它上座 上座因為是剛剛拆裝完畢了 我們要把它復原 今天的這部車呢 都還是原廠的旅圈跟輪胎規格 所以我們的 這個是2055 16 9代的原廠是2055 16 比較多車友會選擇改裝的是稍微微幅的升級 升級到17吋的規格是215 4517 那今天都還是原廠的規格 所以我們今天的道路板呢 車主的需求會比較需要舒適一些 那後面的話呢 會降到大概兩指幅 所以今天就沒有要裝仰角調整器 就只有單純做便器的改裝 這裡的上座部分 主尼的調整呢 CIVIC 9代這裡一樣 跟8代一樣有一個維修孔 維修孔打開之後呢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下方的話呢 前面的道路板配置 是配置了7公斤的彈滑 那這個是油管 那個離載串的固定位置 這個是ABS感應線 然後這裡有一個 煞車油管的固定位置 這個都是跟原廠的位置做一樣的 那裡面的主尼油呢 是選用IP的主尼油 然後油封的部分是用 日本NOK的油封 9代的話 我們直播的次數應該蠻多的 今天比較趕時間 就沒有在CIVIC 9代的俱樂部裡面做分享 我們看一下後面 後面的話是配置了7公斤 6公斤的彈滑 175長6公斤 他的防塵套跟剛剛介紹的替打一樣 就是做全罩式的防塵套 這樣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這裡不會積水 第二個呢 他能夠跟原廠一樣 把桶芯的行程 做全面性的保護 那裡面的話 有一個緩衝饅頭 防止大幅載重 或者是遇到大坑洞的時候 會觸底 保護桶先 那這條是6公斤的彈滑 這個是桶芯 從這裡 桶芯 那後面的安裝特別的技巧 就是 桶芯的長短呢 並不是來改變車高 後面彈簧跟避任器分開的結構呢 側高的取決是在於Hirro Key 這個Hirro Key呢 我們把它調長之後 它的側高就變高 那調短 這個兩個銀色的托盤往上挪 它的整體長度變短之後呢 側高就變低 那這個桶芯主要的調整呢 它是老二 這個側高才是由它調整 這個桶芯呢 是在調整 來搭配彈簧的預載值 所以像這樣的彈簧呢 千萬呢 就不要再預載 如果預載的話呢 一定會不好做 而且容易有意義 第三個狀況是 桶芯的壽命會縮短 所以彈簧呢 千萬後面的彈簧千萬千萬 不可以安裝的時候 不可以做預載 那後面的桶芯部分 上座的部分呢 桶芯可調嘛 我們可以調整阻尼的部分呢 從這個試蓋 稍微掀開之後呢 它的邊編的上部在這裡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這個是後面行李箱 九袋還蠻方便 八袋的話 還要拆一個扣具 那九袋的話 直接掀開 就能夠做調整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連件 上座的話呢 它前面的上座 上座的話 就不需要再做沿用 唯一需要沿用的呢 是後面上部的大橡皮 其他部分的話 就都 KD就都有附了 那前面車高的調整部分 是才桶芯可調 所以前面調整車高呢 是從這個托盤把它懸鬆之後呢 這個 藍色的腳管 如果往下挪呢 側高就變高 因為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所以側高就變高 這個腳管往上調整呢 它的整體的長度變短 車高呢 就會變低 所以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如果靠壓縮彈簧 我們彈簧壓得緊的時候 它車高會變高 但是呢 相對乘坐的感覺 也會跑掉 所以是靠桶生可調 彈簧呢出場的時候呢 這裡就不需要再動它了 唯一要調整呢 就只有車高 就從這個地方做長短的調整 還有阻尼的話呢 就從筒心的上部 來做軟硬的調整就可以了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這個是前面的上座 前面上座 裝完畢之後呢 我們這個有一個試蓋 把它蓋回去就可以了 主你後面再上台了哈 好 啊前面的話 它有一個扣具啊 要不少數一下 哈囉彥婷早安 這台車車友還蠻膨上的哈 所以我們安裝的時間都還蠻短 大概不到一小時就能夠試蓋完畢 再來只剩下車高的微調 還有跟阻尼的微調 你拿一條塑料我把它塑一下 這原廠扣具齁 你看喔 它有一個固定扣扣 這邊已經已經有有裂損了 所以我們扣具就沒有辦法扣了 原廠就好像應該是久了 有裂化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有附扣具嘛 會用束線帶稍微把它束起來 這個地方 這樣就不會影響安全 好我等一下再束 肩膀這 現在上部的部分呢 再復原哈 上部的話呢 因為上座藏在裡面嘛 所以 呃 拆裝的時候 是需要把這個試蓋 稍微把它掀開 才有辦法拆到上座的三顆螺絲 再來1.8 NA 再來時代就都是1.5渦輪 台灣沒有進 只有貿易商有半車 這個 好這個有一個試蓋 試蓋打開之後呢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軟硬的調整 可以隨著自己的需求來調整軟硬 今天直播會比較短 因為安裝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已經安裝完畢了 那如果CIVIC9代的車友呢 對產品有興趣 可以跟我們後台的小編聯絡 上班時間就會有負責大家問題 好 好 然後今天的直播就到這了 今天是CIVIC9代 那下午的話 如果有空檔的話 也會跟大家分享 Toyota的Sienta Sienta Sienta記得 是沒有安裝直播過 所以有興趣的車友呢 可以跟我們大家一起 看一下下午的Sienta的安裝 謝謝大家 掰掰